最近首座正夯 小明在家自制泡沫红茶 他将煮好的红茶、果糖一起放入摇摇杯内 用力地摇一摇 泡沫红茶就此制作完成 小明一边喝着红茶 一边想起最近在学校学到溶液的概念 溶液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纯物质所形成的均匀混合物 要分成溶剂和溶值 溶液中量多者为溶剂 量少者为溶值 小明在制作泡沫红茶的材料为 500克的水 1公克的红茶叶 30克的砂糖 所以在这杯红茶里 谁是溶剂、谁又是溶质呢? 根据小明上课所学的 500克的水是量多者 所以为溶剂 而茶叶中融入水的成分和砂糖是量少者 所以为溶值 不过小明还记得 溶液的定义里有个例外 任何物质只要跟水均匀混合 不论水的比例是多是少 水都一定是溶剂 像是实验室内的浓硫酸 100克的浓硫酸溶液 约有98克的硫酸 及2克的水 但在这里 硫酸是溶质 水是溶剂 像这样含有水的溶液 我们称为水溶液 喝了一半的红茶后 小明想要换个口感 他想到 啊,家里有台气泡机 于是他使用了气泡机 将气体打入红茶内 做成了红茶气泡饮 哦,这是因为气体融进了红茶里 这时小明又想到 课堂上提到关于水的性质 水是很好的溶剂 可以溶解某些固体、液体和气体 像是砂糖、硫酸和气泡饮里的气体 小明越想越神奇 他决定上网去搜寻更多生活中的水溶液 小明上网搜寻的过程 找到了许多关于水溶液的生活应用 但他想了一个问题 搜寻到的水溶液都是属于液态的溶液 那溶液是否有固态和气态的呢? 亲爱的你,来帮小明想想看 根据溶液的定义 是否有固态和气态的溶液呢? 来回想一下 溶液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纯物质 所形成的均匀混合物 而且物质有三态 所以并非限定在液态物质 只要可以均匀混合 就可以称为溶液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是存在着固态和气态溶液的 这些状态是根据溶剂的状态来区分 像是古时候的青铜 是一种铜与锡混合的固态溶液 我们所呼吸的空气 是众多不同气体 溶解在氮气中的气态溶液 现在请你来小试伸手一下 根据这张图 哪个叙述是正确的呢? 讲到这里 帮大家做个简单的重点整理 一、溶液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纯物质 所形成的均匀混合物 通常量多者为溶剂 量少者为溶值 但是水无论如何都是溶剂 二、溶液还可以依据溶剂的状态 分为固态溶液 液态溶液以及气态溶液 最后请你去找找 还有什么样的水溶液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呢? 欢迎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见!